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啊我发现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新鲜的迷惑舞台 那个个都是让人笑到发财啊 那这些好玩意儿我能一个人独享吗 毕与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开开眼啊 话不多说 现在开始咱们的迷惑舞台大赏吧 首先要给大家上的货 来自在播的中国说唱巅峰对决 咱们的中国第一女rapper 口号自封口号结束 Vava上周来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舞台 不得不说这个画面真的太鬼畜了 在场的rapper们也惊呆了 咱们的改锅啊 更是吓得从座位上跳起啊 网友们都知道表演的评论里也特别的爆笑 奇猛了 Vivo发布新一代折叠评了 Vivo变成了I.O 香菜大摆锤 那么这里这个香菜是啥意思呢 其实啊是Vava和杨和苏 曾经有一次呢在节目上battle 当时呢Va姐还没有准备好 整个人有点慌了 所以她就脱口而出 然后Vava香菜这个梗了 就被大家记住了 后面Vava应该是想到词了 又把香菜给抛弃了 噼里啪啦一顿输出啊 那最后快收尾的时候呢 估计是想起前面提到了香菜 哎呦突然call back一下 整个场面可以说是相当的尴尬呀 轮到杨和苏dissback的时候也很搞啊 本来呀他说的还都是比较常见的diss词 结果最后补了一句 不要再说假发片 看得出来是真的在意了 旁边的大傻都被这个气势吓到了 慌忙直挖了 仿佛在说不关我是哦 他不补这一句我还不知道是啥事呢 他一说完我赶紧去补课呀 杨和苏假发片 娘咧 看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么好笑 这几位男嘉宾是特种兵啊 怎么能憋住不孝的呀 哎呀呀一不小心扯远了扯远了 咱们说回迷惑舞台哈 下面一个舞台也是近期的热门 出自同样在播的浪姐 我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啊 只要谢娜一上舞台 我真的我眼神都离不开她了 太太太太搞笑了 有一说也能感觉到他真的超努力 但可能他就是一个天生的邪心吧 最新一期的舞台面纱 一开口就把我送走了 他真的无论是舞和唱都给的太满了 歌声呢也过犹不及 导致舞台效果有点腻 我求求芒果台 快出这个直拍吧 我一天看十遍我都不嫌多 不过这个舞台呢 跟前几期的龙泉比起来那就差太远了 看了龙泉方知什么事 至尊享受 我就问这四声 送走了多少人 特别是这一声 晚上躺床上不小心想起来都会笑到睡不着的程度 龙泉这个舞台啊 在正片里面画面剪得挺碎的 给人呢都看晕了都 不过节目组很贴心的送出了直拍 答应我快去看 真的好东西啊 西安娜的问题呢就是用力过猛 但光用力没有控制 感觉分分钟啊要把自己甩飞 她每个动作做完以后啊应该定点 但她整个身体啊却一直在晃动 停不到该停的位置上 所以看着呢有一种三岁小孩耍狠的感觉 另一位在浪捷舞出圈的呢则是秋辞炫 她的这一场孤单芭蕾啊 给大家推荐 Express VPN 举个例子啊 譬如我想看知否知否搜不到 但是搜索结果的界面左上角就出现了 聚集的全名 这说明啊 奶飞其实是有这部剧的 这是我们去奶飞的第三方资讯网站 如UNOGS搜索片名 原来该剧子在日本地区播放 这是用Express VPN切换到日本 咱们就能看到知否啦 美国观众搜索周星驰只有聊聊几部电影 但如果将VPN切换到新加坡Marina Bay Boom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可以重温好多好多经典佳作 而且新加坡奶飞的影视剧 都有中文字幕真的很方便 而日本韩国等一些亚洲地区 还能看到最新最热的动画 恋剧人和间谍国家家 这可是欧美国家看不到的哦 如果你喜欢韩剧 试试切换到韩国选择更多哦 Express VPN最赞的一点就是 除了奶飞 其余各类平台都能用 不只可以在手机电脑上使用 甚至连电视和游戏主机等等都支持 一个账户支持无限量设备安装 可以五台设备同时端使用 VPN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 瞬间又看不完的剧 感谢观众朋友们 记得使用我的专属链接 ExpressVPN.com slash2曹元 可以获得了外三个月的免费服务 也提供30天不满意推广服务 快去视频姐姐去点击 原始专属链接试试吧 她跟谢娜一样 一旦你注意到了她 眼神要像挪都挪不开啊 也不知道秋节咱的毛毛活活在干啥呢 这段烫嘴的韩式rap 搭配秋姐杀人的气势 很像在菜市场跟人起争执了 像不像在说 你给我等着 我要去摇人了啊 那下面我要说的这位呢 是前几天引发讨论的女爱豆金子涵 她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段跳舞的视频 但这舞怎么咋看咋别扭啊 哎 妹子去哪啊 哦哦回来了回来了 哎呦呦又去哪啊 金子涵呢是2020年参加选秀为观众所熟知的 在行业里已经摸爬滚打好多年了 早年啊 她素人实际跳舞是这样的 真的可以说一句啊 伤心悦目 所以这一回呢 她的新舞蹈啊 才会让人大跌眼镜 看完她这段 好多网友说想起了孙丽 不是娘娘孙丽哈 是黄磊的妻子孙丽 孙丽呢也很喜欢跳舞 经常呢在网上发布自己的跳舞视频 哎但是她这舞跳的 咋跟别人都不是一个画风呢 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舞种了哈 蒙古风的嘻哈 她早前有一段啊 在森林里跳舞的画面 今年也是大出圈 这个这个这个 你要说她像是在复健吧 她还挺灵活的 你要说她像丧尸吧 哎她又透露出一些小优雅 我只能说很难评 真的很难评 我看看网友怎么评的 看她跳舞有种听话成语唱歌的感觉 下面一位是号称目前香港顶流的姜涛 据说相当于咱内地的昆昆哈 香港选秀出道火遍大街小巷 只要去香港 眼睛就会被她和她的那个组合 狠狠的强 强 强 强龙 不压 地头 蛇 对 在2021年叱咤乐坛颁奖典礼上 姜涛勇夺我最喜爱的男歌手大奖 没有错 就是那个以前颁给张学友陈奕迅的 我最喜爱的男歌手大奖 这回咱们涛子拿下了 随后呢穿着实验袍的涛子上台 现唱一曲 哎呀这小脚一翘 小手一弯 迷住我了 迷住我了 而且咱们涛子很勇啊 唱成这样还敢全开麦 他这一整套动作我也很不解 只能说啊是有种爱不顾别人死活的美感 哎呦妈 吓我一跳 喊啥呢 最后套子啊开始下台互动了 真的很像醉汉在街边准备闹市 套子忙忙活活整了一堆活啊 竟然还没有演完 最后还要来一段纯舞蹈 我真的 哥们你你太实诚了 就是不知道为啥 我时不时有点幻视那个五王赵四 次年的涛子又去了赤诈 又整出个甚至更报销的舞台 一开场啊 先给大家伙跪了 而且涛子很任性啊 跪了就不起来了 这首饰舞啊 是嘎嘎一顿整啊 什么开摩托呀 无眼睛啊 紧接着涛子开始做保洁了 哎呦这台扫老干净了 跪了好久终于站起来了 可别滴血糖了哈 Lets go 是我多虑了 中气十足啊 紧接着涛子是互动 虽迟但道 这波又下去了 还是依然鬼吼鬼叫 真是一点都没变呢 Jump jump 也不知道他瞎甜蜜的喊啥呢 就嗷嗷喊呢 涛子啊 回来吧 该吃药了 尽管这一年的咱们涛也是出尽风投 但他却没有拿到我最喜欢男歌手奖 得奖的是他的队友 卢汉亭 这位也是一位顶流 卢子拿完奖 二话不说也给大家送上一个舞台 也是原声直出啊 这便秘式的唱法我是欣赏不来啊 不会是一个团的哈 正如出一辙的鬼吼鬼叫 吐蛇 波浪手 咳死我了 咳死我了 卢子的表情甚至比涛子更加丰富 别这样 我害怕 看完这些表演 我真的心疼香港同胞 吃点好的吧你们 那最后本视频压轴出场 滑子显然呢在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 随后一段堪比戏腔的假声 惊爆全场 真的我我哭死了 滑子太拼了 咱就说以后把key降低点唱吧 我都怕你在台上把自己唱圈养了 那么今天呢咱们就乐到这儿 下个视频见咯 不过有一说一啊